今天來MOBO試穿衣服 然後我超喜歡這一套的 我覺得這一套很像是我衣櫃裡面本來就有了 Hi 我是Eva 今天的影片是跟MOBO合作 要來跟大家分享五個M號女孩適合的冬天單品 那上禮拜我跟Jessica一起去MOBO的新竹門市直播後 我們就順便試穿了好多好多衣服 那我就挑選了幾個我覺得 今年冬天或是冬天M號女孩一定要買的單品 來跟大家分享 MOBO它是一個台灣的服飾品牌 然後我覺得它的優點是 它除了在網路上有官網通路之外 它也有實體店面可以試穿 像是現在在東區後面 它有一個敦南門市 然後在新竹火車站附近 也有一間比較大兩層樓的門市 有很多衣服可以試穿 再來是我覺得它的材質都還蠻好的 像是該柔軟的針織 它是柔軟的 該硬挺的下半身材質 它都是硬挺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品質很好 再來是它的版型 我覺得很適合身材像我一樣M號 或是M號以上 甚至到棉花糖身材的女孩都很OK 就是都會有比較修身顯瘦的感覺 可以幫身材中型以上的女生走出一個新的風格 再來呢我覺得它的價格也是很適中 是學生跟小資女孩負擔得起的價格 最後一點呢是我個人私心在意的地方 就是它很多單品都會做口袋的設計 像是長版的襯衫啊也會有口袋設計 或是裙子啊褲子都會有 然後那些口袋設計都是可以抓一下我的手機 iPhone 7 Plus的大小 所以我非常滿意 因為我很習慣手機要很貼近我 然後當有這個口袋設計的時候呢 我就會很放心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我覺得冬天一定要有的單品開始說起 冬天我覺得一定要有的單品呢 是背心 因為背心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單品 就是你冷的時候可以加一件讓你身體中間保暖 那熱的時候又可以再脫掉就很方便 我稍微逛了Mobile的官網之後 它大概目前有限或是三種背心 這款式的背心是我跳出來覺得最適合我身材的背心 我選的是S號喔 可是它在我身上穿起來已經還滿寬鬆的 是可以蓋住屁股的長度 我喜歡選這種有V0設計的 側邊要挖比較大的這一種 因為這樣你冬天穿比較多的話 再套背心比較不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給大家進看一下它的材質 它是屬於針織型的 然後這樣打開可以看到一點點凍但很不明顯 像我上禮拜上去台南的時候 早上會覺得微熱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就覺得剛好 然後它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下擺呢是做前短後長的 然後它在服飾的邊邊啊 這邊下擺的邊跟V0的邊都有做一個微收的設計 我覺得挺好看的 如果大家怕冬天的穿搭沒有什麼新的變化的話 可以嘗試一下這種背心的單品 讓穿搭多一些些小變化 再來我覺得冬天一定要有的第二個單品呢 是長版襯衫 這邊呢長版襯衫我挑出了兩個選擇 一件呢是格子的 它是一個米色格子的 然後另一件呢是燈心絨材質的 墨綠色的 我會挑選長版襯衫的原因呢 是因為像這種襯衫啊 它除了當作one piece直接穿之外 你裡面也可以內搭leggins 或是寬褲或是牛仔褲 外搭背心 或是在春夏之際 然後夏秋之際 秋冬之際 它也可以就是打開 當成一個開金山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單品 可以多見穿搭很棒 然後就是你可以看你平常的喜好選擇 你要格子的還是素面的 這件我最喜歡的原因主要是 因為它是以這種淺性色的配色為主 然後搭上比較深的卡其色跟深藍色 這些都是我平常比較好接受的單品 然後這件我挑的是M號 然後穿起來是非常的寬鬆 穿著會感覺很舒服 完全沒有任何襯衫的包袱 我的身高大概只有160 所以我會把袖子捲起來 這樣整個人看起來會比較有精神一點 那它還有一個好處呢 是它中間有做繩子 就是你可以稍微拉一下繩子 讓你的腰身更明顯 然後一樣 這邊是我剛剛提到的口袋 有一個很深的口袋 可以完全把我的手機放進去 這個燈心絨的話 我很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我超愛燈心絨材質的 我超愛 因為我覺得燈心絨材質就是冬天 專屬的材質啊 我大曝光 但是燈心絨的缺點是在M號 或是你知道像我下半身比較寬大的女生身上 很容易顯胖 超容易 尤其是一些很厚實的燈心絨褲子 就穿起來會超胖 但是它這件燈心絨襯衫啊 它是做比較薄 但是也有薄暖效果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厚薄度嗎 然後它的燈心絨是做比較細的 所以它相對再穿上去之後 視覺效果不會變胖那麼多 曝光回來曝光回來 然後這件跟剛剛版型上比較不一樣的是 肩膀這邊有做一個抓皺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 然後它襯衫背面 肩線的地方 也是有做一個抓皺 所以穿上去之後的整體感 會覺得有一點點復古的感覺 非常可愛 它一樣也是 側面有做口袋很深的那一種 我把我手機丟進去給大家看 iPhone 7 Plus 完全消失在這邊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跟我一樣 很喜歡燈心絨材質 但是你又找不到適合的版型 這件是must try must buy 第三個 我覺得冬天一定一定要買單品 當然就是大衣 不然冬天會冷死 雖然台灣的冬天就是 濕冷然後又忽冷忽不冷很討厭 就是這件啦 這件大衣千鳥格文的墨綠色大衣 它是做雙排扣的設計 然後我挑選的size 應該是free size 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黑白 一個是這個綠紅 聖誕節配色 我覺得這件大衣的版型 是那種我穿很厚的針織 很厚的毛衣在裡面 還可以再穿進去的那種大小 就是你看它的袖子很寬 因為有些大衣它做比較fit的話 你穿很厚的衣服 就手會卡住或手會變很肥很緊不好看 那這件的話就是沒有問題 因為它做得偏大一點的版型 穿起來不會肥 但是它可以把你的毛衣都藏進去 它一樣就是也是有一個口袋 是從側邊這樣放進來的 然後它的背面有做一個這樣 燕尾服的微開叉 在這邊 它的材質是厚的 摸起來不會紮的那一種 這樣看得到它的材質嗎 先給大家觀看一下 這個大衣最好的優點是 就是它這邊都會有做不一樣顏色的線 因為大部分冬天的外套都是全黑 全灰 全深藍 全咖啡 然後走在路上就會覺得 比較無趣 而且 像我之前的外套也幾乎都這樣 但是它這種千鈕格紋的外套 它中間多加了一點點顏色 就會讓你的冬天變得比較有趣 然後像白色那件它是搭有點 酒紅跟紫粉紫吧 它那樣那件顏色就變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愛黑白單品的人 記得一定要去買那件外套 然後我 我堂弟 我堂弟是男生喔 但是他好像也買了這件外套的白色 因為他覺得超級好看 然後因為這個版型比較寬大 他穿得下 我覺得超扯 我覺得西裝外套在冬天一定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就套上去 你看起來會正式很多 有精神非常多 因為冬天大家都喜歡睡懶覺 或是 我覺得比較容易看起來沒精神吧 因為天氣很差 就是 沒辦法打起精神 但你可以藉由一件西裝外套 讓自己更加分 再來要推薦第四個單品 就是 真織外套 真織外套是一個每年都必買的單品 從我開始可以自己買衣服到現在 我每年一定都會買真織外套 然後我最喜歡去找那種比較特別不同版型的外套 他很特別的是他上下做的平階 是不一樣的真織紋路 上面是比較一般的這種真織紋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比較大然後有一點洞洞的 這個洞洞比較明顯 那下面呢他是做有點麻花感的 然後有附兩個大口袋 而且他側面也是有做開叉 所以也不怕說你冬天裡面穿很多 在穿這個真織外套看起來更肥 他反而下面有開的話就會讓你覺得 好像視覺上比較鬆一點 蟹黃偏綠的顏色我覺得超好看 因為我平常就是一個土色的女 所以我看到這種顏色的外套我就無法看上去 而且元寶也超愛的 我這件想要就是送他 你要送我? 對啊我想要送你 就是他超愛的 然後我想說我可以送他 然後我之後回台灣再買一次 真織外套的優點優點 忘記講了 欸給大家看一下背面 我先假設他這邊是有點像實質真織法 然後下面這邊就是直條紋 像一般圍巾的真織法 然後側面呢就是麻花的 我覺得爆好看 然後真織外套的優點一樣就是 也是進可攻退可守 就很下之際你覺得有點涼 有點風的時候你可以穿 或是你在辦公室覺得有點冷的時候都可以披著 然後冬天的時候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夾在你的外套裡面 像我剛來美國的時候我是襯衫搭真織外套 那如果晚上再冷一點的時候 我就是再把西裝外套套上去 然後這樣我身上就有三個層次 第五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單品呢是 硬挺的下半身單品 因為呢通常我非常喜歡穿寬褲 然後寬褲在夏天的材質基本上是比較薄 然後比較軟一點的 可是那樣子的材質到冬天會變得太冷 所以呢到冬天的時候我會選擇比較厚一點的材質 但是他一定要挺 如果他厚又比較軟貼的話呢 會看起來超級超級肥 所以在冬天的時候我會選擇要 穿比較挺板型的厚褲子 然後我這邊有三個單品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是我腿上的這一個 呃 寬褲裙吧 該怎麼說呢 他是一隻 他事蹟上是一件裙子 但他穿起來超像一件褲子的 我PO照片的時候也很多人誤以為他是褲子 他這邊中間有做折線 所以他看起來真的超像一件很寬的寬褲 但實質上他是一件裙子 然後這件裙子我有穿去台南旅行 我覺得超級無敵方便 因為我們在台南幾乎都是走路不然就坐計程車 然後穿這樣變長裙感的單品呢 就是在旅行的時候非常的方便 然後拍照也還蠻可愛的 我自己說 然後他一樣也是有一個很深的口袋可以放手機 所以我穿這件的時候也是非常安心 再來呢 這單品的顏色是我最喜歡的這種塗黃色 所以我沒有不把它帶回家的道理 而且我覺得M號女生 尤其像我是下半身比較胖一點的人 真的很少很少會選擇到 下半身是裙子的單品 那這件的版型很挺 我覺得算很顯瘦 所以我很推薦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寬褲太多 那你就買這件裙子 因為這件裙子超好 如果你懷疑的話就去門市試穿 再來另外兩個比較硬體的下半身單品呢 我推薦的是寬褲 一共有兩個款式不同顏色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這一個好了 這個是比較有點咖啡磚橘色感覺的寬褲 那先簡單再讓大家看一下材質 這邊是口袋的部分 好那它的材質呢 是可以看得出來它有 一條一條的織紋 然後比較厚一點 但它不是燈心絨 也不是牛仔 它就是一個比較厚的布料 這樣我這樣搓 讓你們看一下它的感覺 看到嗎 它真的超寬的 然後它這邊是做 要扣扣子跟拉拉臉的 然後最好的那種寬褲陰挺單品 腰部一定要做打折 因為它腰部做打折的話 褲子才會看起來立體 褲子這邊一往前的時候 你的腿才往後縮 然後因為它很寬的關係 它側邊有做這樣子的車線 就是你的褲子是三片 中間正面一片 側面一片 後面一片 我覺得這個褲子穿起來 如果把毛衣扎進去的話 腿超級長 然後超級修飾的 我穿的是S號 穿Mobile他們家的單品 有一個最好的地方就是 都可以選S號 我真的很少選S號 所以穿他們家的單品 就會特別的有 信心 我覺得 你沒有嗎 真的會很有信心 然後你就會說 我可以穿S號嗎 真假的 可是其實你身材根本就沒有變 是因為尺碼問題 然後第二個呢 是 比較直筒一點的寬褲 這個也是我最愛的塗色 它跟我的裙子應該是同一個顏色 是吧 連在一起了 然後這件褲子的話 我穿的是 M號 因為它是比較直筒寬褲一點 然後這件褲子是我那天在Mobile直播有試穿的 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材質比剛剛的褲子 稍微再薄一點 有一點像 工作褲的那種感覺 現在大家這樣可以感覺到嗎 然後一樣是有做扣袋 那跟剛剛那件褲子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 是直接套進去的 褲子 它沒有任何的 它後面有鬆頂帶 但它前面就不用扣 不用拉 然後還有幫你做一個假拉鍊 所以它讓你這件褲子看起來還是 比較挺 比較正常一點的 這兩件褲子的話 如果你問我 要二選一 要怎麼選 我會推薦你說 假如你是 學生 或是你從事比較 服飾沒有限制的行業的話 你可以選這個比較寬的版型 因為它其實穿在路上還蠻顯眼 然後它真的特別的寬 假如你是在服裝比較沒有限制的環境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挑這件 因為我覺得這件單品非常特別 那假如你是有 在服裝有限制的環境 生活著 可以挑這個比較直一點的寬褲 它看起來會比較正式一點 以上就是五個我覺得 M號以上身材女生 在冬天必買的單品 那接下來我要分享第一款 比較基本款 第一個呢 是我身上這件深灰色的高櫻的毛衣 這件毛衣 的材質是比較密集的針織 但是它穿起來完全不紮 算舒服的 而且它的這個高領啊 不會特別的高 它大概是我脖子的 一半再高一點點 所以它不會有那種什麼卡喉嚨 然後這樣擠下巴這種感覺不會 它穿起來非常舒適 而且有保暖度 然後它的版型到那個寬褲這邊的 所以它可以這樣扎進去 就是穿裙子穿褲子都可以扎進去 之前去YSL的櫃的時候 我有穿它搭一個裙子 那看起來就特別正式 然後深灰色就是一個 比較沈穩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在冬天 你想要看起來比較有氣質啊 或是看起來比較神秘高冷的感覺 你可以選這一件 然後它有做一點落肩 所以肩膀太寬的話 就不會讓肩膀看起來很大 袖口啊也是做有縮的 所以它並不會一直漏封進去 我覺得穿這件超級超級舒服的 然後再來另一個是 更舒服的針織單品 這件我愛死了 這件余寶也想買 它好像有去買 是這件 它是free size的針織 而且它超級柔軟 我去台南的時候 第一天就穿這一個 然後我朋友每一個 一直摸我一直摸我 然後最後有一個同學超過分的 他就說 欸 你脫掉 我就說蛤 他說脫掉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今天太舒服了 他要穿 超好笑的 你們可以看它 很明顯可以發現它跟剛剛 其他界的材質不太一樣 然後它特別的柔軟 單穿完全不扎 這個也是單穿完全不扎 但是你會覺得它比較挺一點 那這個是完全的很輕服很貼身 所以這件我超推薦的 最喜歡它的地方是 它的袖口跟它的衣服側邊 都有做一個這種 很像車線弄反的拼接設計 就超級好看的 我覺得 冬天就是一直在追求 從基本款裡面做一些簡單的變化 然後你就會覺得 喔 這個毛衣有搓上我心裡想要那種感覺 然後這件我超愛 我一定沒辦法割捨 如果你缺一件很柔軟的毛衣 非它莫屬 最後一件是 人人在冬天都愛穿的大雪梯 登登 這件 粉色灰色拼接的大雪梯 這件它是可以蓋住屁股的長度 而且你們看 它下擺收的地方跟它領子都是做粉紅色 所以穿這件的話呢 我會把下擺往下拉 不會把它藏起來 就是我想要讓大家看到它的粉紅色 而且粉紅色跟灰色就很像那個 小魯班米兔子的配色 超級可愛 所以那時候Jessica說 這是你的 我就想說 嗯沒錯這就是我的 我要穿這件的時候 我就會想像自己是一隻兔子 這件它的領子 就是說V0嘛 所以假如你是覺得肩膀比較寬 覺得自己的臉也是比較大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穿V0的 大雪衛衣勝過於圓領的 因為V0可以稍微量拉肩 會看起來比較瘦一點 然後它是前面有做口袋的喔 像帽體一樣 我覺得超好 就是我穿這件的時候 我都一直把手機放在裡面 然後這樣保暖住我的胃 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像我一樣吃飯亂噴 我才穿第一天我就把這件衣服弄髒了 我覺得超級心疼的 然後它裡面啊 這個材質是做有刷毛的 所以它超保暖 但不是說穿這件就完全不怕了 可是它就至少在你的身體上是會發熱的那種感覺 你們看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單品 都是我覺得很棒很實穿 然後主要是以素面修身為主的 像我覺得大家可以就是做一些髮型的變化 或是搭耳環 可以讓你的風格比較跳出來 所以 這大概就是我近期內還蠻喜歡的穿搭 那如果你們在官網購物 需要 就是你知道差一點點就可以免運的話呢 推薦你們這一個 Mobile自己出的帆布袋 好這個帆布袋是 我們來美國最常用的袋子 每天都把它帶出門 因為它就是很方便 而且又很好看 上面有可愛的英文字 就寫yes please 背起來很順不會K 它有很多種顏色跟不同的字 大家如果想要臭棉玉的話呢 可以考慮看看他們的帆布袋 就假如你們真的有缺可以試試看 然後它的帆布袋是厚實的 耐重的 因為我們都會放兩瓶水 所以就是一點多公斤在裡面 我覺得很棒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Mobile單品分享跟試穿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再問我 或是找不到的單品可以再截圖問小編 我會把今天所有的單品資料放到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那影片會有衣服的折扣嗎 我放在這邊 大家如果要買的話記得有 然後我會再把它放到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如果真的要購買或是朋友要買的話 記得一起用好嗎 那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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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我們會不會再報導